怎样的动漫才可以称得上伟大 那这部诞生于30年前 有着动画版爱死机之称 将近7万人为其打出8.9高分的回忆三部曲 或许就是最标准的答案 它由三个看似毫无关联的故事构成 实际上在其深邃的脑洞和荒诞的风格下 所带来的思考和反思甚至已经超越了时代的范畴 而其中最为荒诞也最具讽刺意味的 那一定是这部哪怕放到现在 也依旧超现实主义的第二篇章《最臭兵器》了 男人只是无意间在公司睡了一觉 醒来后却发现前台小姐姐离奇暴毙 还不仅如此 研究所的其余同事也全都面带痛苦的一同见了上帝 这无比诡异的一幕让田中惊恐万分 他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 接着又迅速来到了所长的办公室 结果却发现所长也没能幸免 看着他在临死前还拼命想要按下眼前的按钮 田中试探地替他按了下去 一瞬间刺耳的警报声响起 一道道隔离门猛然落下 这居然是研究所内最高级别的安全警报 与此同时 田中眼前的大屏幕也随之亮起 研究所的高层出现在了屏幕内 在了解到这里的惨剧后 高层却并没有让田中第一时间报警 而是命令他迅速将研究所的资料 和一款最新研制的药物 带到位于东京的总部 并且他还无比严肃地警告田中 绝不能将东西交给除他之外的人 也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此次任务 听到事关国家机密 热血上头的田中立马行动了起来 可当他找到高层所说的药物样品时 却愣在了原地 因为这不就是他昨天刚吃的新款退烧药吗 但他也没时间多想 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完成这项光荣且艰巨的任务 就这样 田中骑着他的座驾一路狂奔 然而刚出发没多久 他就见到了极其诡异的一幕 天上的乌鸦突然毫无征兆地接连坠落 其中一只甚至撞到了他的脸上 导致他因此失控摔下了山坡 当他在一抬头时 竟发现樱花与向日葵同时绽放的器官 而在这之中夹杂着的却是无数动物的尸体 差点吓坏的他赶紧爬上公路 又见到身前出现了一辆撞毁的救护车 车内的医护人员也全都离奇身亡 可恐怖的不止于此 放眼望去惨绝人寰的车祸 甚至已经遍布了整条公路 很快远在东京的军部高层 得知了这里的异常 在他们紧急派遣救援直升机的同时 逃难的人群也已经将交通完全堵塞 没有人知道灾难究竟从何而来 所有人只闻到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恶丑 为了抢下第一手新闻 带着防毒面罩的记者们蜂拥而至 当直升机飞至城市上空 他们才震惊地发现这里竟变成了一座鲜花地域 除了肆意盛开的花海之外 再也见不到任何会动的活物 也就在这时 飞行员惊喜地发现下方出现了一个活人 毫无疑问 那正是城市中唯一的幸存者田中 为了抢到头版头条 记者们全然不顾军方强调的安全高度 立马要求飞行员降至楼顶救人 可谁料刚跑出机舱 记者竟毫无征兆痛苦地捂住了脑袋 呼吸也急促到仿佛窒息了一半 当防毒面罩摘下的那一刻 他便缓缓倒地再也没了生计 而另一边 军方总算从研究所的高层口中 得知了此次事件的真相 原来那所谓的机密药品 竟然是一种生化武器 只是不知何种原因意外泄露了 好在他们已经让幸存的研究员田中 带着样品朝着这里赶来 到时候就能通过资料研究出 化解此次灾难的解药 可突然 检测人员却通过卫星 发现毒气的源头正在移动 并且轨迹也刚好与田中吻合 听到这里的高层瞬间脸色大变 直到此刻 他们才终于意识到 原来田中才是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 与此同时 对这一切仍旧一无所知的田中 此时已经来到了封锁关卡 士兵们刚想上前救援 结果也不出所料 他们还没靠近就接二连三的倒地身亡 见到这一幕的指挥官也瞬间醒悟了过来 立马下令让所有人撤退 然而戏剧性的是 这一举动却让田中误以为身后有危险袭来 在他的追赶之下 落后的士兵们一个个暴毙身亡 而田中也由于剧烈运动的原因 身上所散发的毒气愈发浓烈 视线回到军方这边 在了解到真相后 有人当即建议杀掉田中来阻止灾难扩散 没想到这一举动却遭到了美国军官的拒绝 理由则是他们也参与了这项研究 田中这个样本必须得活着 如此霸道的言论顿时让其余人火冒三丈 最高指挥官更是拍而起 在他的命令下 海陆空三军倾巢而出 战机坦克甚至包括航母 都迅速进入到了战备状态 不仅如此 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还特意找来了田中的家人 拖住他脚步的同时 也为狙击手创造击杀的机会 可谁料必中的一枪却诡异地打歪了 在想开第二枪时 又由于毒气的扩散丢失了目标 见到直升机飞速撤离 担心家人的田中下意识地追了上去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即将面对的却是整个国家的攻势 然而更为诡异的荧幕也就此出现 不管是面对导弹的狂轰乱炸 还是坦克无差别的火力覆盖 亦或是航母的远程打击 田中就仿佛被上帝眷顾了一般 无论多么凶猛的攻势都无法将其击杀 原来随着毒气浓度的加深 不仅生物会受到影响 就连电磁设备和通讯信号也会被其干扰 坦克部队还因此受到波及接连报废 面对着突然的变故 军方基地瞬间乱作了一团 得知消息的民众们也开始疯狂逃窜 一时之间 整个国家都被绝望和无助所笼罩 无计可施之下 最高指挥官只能向联合国求救 一旁的美国军官此时却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 原来他们早已有了打算 这一切也都在他们的计划之内 他们研发出了一款最新的宇航服 不仅能抵御任何强度的电磁辐射 还有着号称装甲级别的防弹能力 就算是迫击炮也无法伤其分毫 这番话让指挥官勃然大怒 当即便下令哪怕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干掉田中 收到指令的军队索性 直接炸毁了整座隧道 接着更是搬出了 数台超强功率的制兵机 试图用氮气将田中彻底封死在隧道内 也就在这时 美国的军队拍马赶到 他们身穿着最新的宇航服 丝毫不顾日本军官的命令 从容地朝着隧道内走去 身上的宇航服也没让他们失望 完全无惧田中所散发的毒气 而本就苦苦挣扎的田中 在见到这几个庞然大物缓缓逼近 甚至还朝他伸出了冰冷的触手时 他内心的恐惧彻底达到了顶峰 周围的毒气在他的情绪牵引下 产生了剧烈爆炸 包括制兵机在内的所有电子设备 更是瞬间报废 没人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直到30分钟后 军部众人才惊喜地发现 毒气的浓度正在直线下降 这意味着美军的行动成功了 直升机的通讯设备 也在此时恢复了正常 画面里清晰显示着田中 已经被士兵们捕获 这一幕让所有人欢呼雀跃 烈士的危机总算得以解除了 事后 基地内的众人热情地 欢迎着凯旋归来的美国士兵 可奇怪的是 士兵竟直接越过人群 竟直来到了研究所高层的面前 接着无比郑重地 将一个熟悉的手提包交到了他手里 再然后 士兵解除了面罩的防护装置 一个令所有人 无比精致的面孔赫然出现 相信所有人都能在这个荒诞的故事里 看到极度的讽刺 讽刺于日本作为美国附属国的 无力与无能 讽刺于权力从来都不与名义洽谈 哪怕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但其中最为讽刺的是 具有毁灭性的从来都不是 所谓的科技和武器 而是那些早已被规则训化的 普通人的愚昧无知